日前奶茶妹妹张泽天巴黎时装中美图曝光 照片中他身穿白上衣戴俏皮贝雷帽 少女气息感扑面而来 回眸 两发还有治愈一切的笑容 所有都显得自然而漂亮 24岁的张泽天 立业29岁的王思聪成为榜单中的最年轻富豪 日前新财富杂志公布了2017年500富人榜 黄建林 王思聪父子 稳坐首富宝座 马云排名第二位 顺丰掌舵人王位拿下第三名 另外 唐僧扮演者持重锐的妻子陈丽华排名27位 刘强东 张泽天夫妇排名29位 谢直坤 毛阿敏夫妇排名115位 张泽天一身运动装扮火力十足 腹白貌美 青春动感 网友评论 别人家的24岁还是最漂亮的富豪吧 网友羡慕地说道 选对了老公岂只是少奋斗十年呀 那是一辈子呀 9月23日 奶茶妹妹张泽天在阿基上更新一段自拍小视频 再次秀起恩爱 这狗粮撒得错不及防 原来张泽天和刘强东一起划船游玩 张泽天还写道 妹妹她坐船头 哥哥你将在手 晃晃悠悠 她不知道往哪走 两人真是甜蜜似人 张泽天自拍 皮肤白皙 人和少女一样美丽 刘强东卖力地为她摇奖划船 奶茶妹妹还唱起了小歌 说滑小船 现身某酒店 变身粒子发少女 身穿黑白情剑裙 甜美时髦 在进入会场时 不时露出俏皮表情 可爱十足 9月29日 有网友晒出网友偶遇关晓彤的照片 他配文称 有网友北电偶遇关晓彤了 原来甜蜜暴击杀亲后 妹子就回北电读书了 走路带风 有说有笑 长腿少女的日常 开学一个月 关晓彤也回到学校去上学了 关晓彤笑得很开心 照片中可以看到关晓彤戴着黑色帽子和眼镜 显得十分学生气 一身白色长风衣又很潇洒 不愧是大长腿 十分完美 他和同学们走在一起热聊 满面笑容 显得十分开心 关晓彤和同学们有说有笑 偶遇关晓彤的那个网友也称赞说 在学校偶遇的关阿宝 看上去有些小害羞 朋友也分分在下面留言 在学校好好充电 好好消息 笑得好开心啊 学校充电 加油